至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今天上午则是化身了 营队讲师出席水牛船成营 跟前行政院长游锡坤 向年轻人畅谈选举经验 拿起手机对着镜头紧没弄眼 游锡坤蔡英文跟大学生玩自拍 顿时年轻好几岁 不过学生难得接到大场面直呼好紧张 你现在就回头看看那个景象是什么样 一定要回头看看 实际台摄影机蔡英文已经很习惯 面对镜头侃侃而谈 不过外界还是关注国安局长李翔咒 因健康因素请辞获准 外传其实是因为没掌握好 蔡英文的访美情资 这个事情我倒是真的不知道了 选举取真 这个国安局跟我们的情治系统 他们的责任是保卫这个国家 而不是进行这个政治增防 前国安局长蔡德胜去年5月以健康因素请辞 由时任国防部军备副部长的李翔咒接任 不过李翔咒两月前渐渐时却发现罹患 咽喉癌赶快闪辞 选前人世大地震还是引起外界疑虑 至于马总统前一天接见美国前副总统奎尔 又再提九二共识蔡英文以准执政党之资 向马总统喊话 我倒是要劝一下马总统 剩下的任期应该专注于他的政府的经营 对一个还没有选出来的下一个政府 这样说三道四并不好 暗逢马总统应该利用剩下任期好好做事 而不是只针对两岸议题说三道四 马总统和蔡英文隔空交火 也为即将到来的选战增添不少火腰味 宇定TV六位是鹏安心新北市报道